是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选手们已经准备 英雄池是深不可测的 曾经无论是玩这种刀妹 还是玩这个辛德拉对吧 都给我们带来过深刻的印象 那我还挺期待 对那我还挺期待 就因为现在版本也不一样了 不知道他现在练了什么新的英雄 但我感觉都是英雄联盟的老玩家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也比较贴心的 为两个队伍都安排了职业履历 比较丰富的教练 所以在短暂的磨合时间 我们今天竟然是打最为严格的 这个进行生招模式 专业 你往相迎 卡米尔厉害 卡米尔用我皮肤 对吧 应该是在讨论野区战术的制定了 我觉得今天中野肯定也是充满看头的 中野要不要来一波联斗 是的 每次表演赛我最期待的 还是两边的阵容会怎么样去选 因为我们对于表演赛的期待 都是希望大家拿到一些 比较秀的英雄 比较有趣的英雄 稳住等我出来拯救世界 因为我发现杰伦哥玩的那个英雄 都是比较吃自己发育的 是的 尤其这个版本剑胜却是蛮强的 一手这个攻击特效剑胜 最新最流行的出装也是先出一个破败 然后转 那其实如果说拿个软斧的话 对吧 现在剑胜带个猫 但感觉猫这个英雄 选出来乌兹很难收 就一般玩AD的都不希望辅助选猫吧 除非是那种 就是说职业战队设计好的 否则你正常AD看到选猫 都大概率知道那个猫不跟着自己 而且确实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游戏的版本的改变还是节奏影响挺大的 所以不知道这场表演才会打成什么样 因为刚才听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听很多人说啊 说现在这个版本 相对来说比原来的比赛 好今天两边的氛围我们先看一下啊 等来文费版了 这个毕竟面对的是Crystal呀 是的 哎他算不算LK里面第一个德来文几乎赚 好像是应该算是 对好像是 对 而且他的德来文是那种在关键场所拿出来有关键发挥的影响 那边搬掉了卢西安 果然是围绕下路进行BP啊 看一下明海怎么出牌 再搬个扶植毛 我们下路打发育 或者我就把男枪搬了 对吧 毕竟对面是雨晨了 我觉得男枪搬有点过分 让雨晨玩一把没 过分吧 空搬了 空搬了直接 空搬了 搬选不是打打杀杀 是人情世故 搬选真的是人情世故 两边恋了他 他不想下路打强势 两边好像都不太想打强势 但这个感觉也是就浅搬一下呀 这下路还是能选的一种很多 是的 要不然搬个猫吧 中也也没搬 但我觉得地表最强真的可以选个猫 对吧 确实 就猫这个英雄还是在那种有 卡厦里拉搬 就是把下路这种对抗的都搬得差不多了 卡里茨塔再来一个 或者就是搬一首UZI的泽利西威尔这种 搬了露露 因为上一次表演赛也是凭借一个露露 直接豪取五杀 是当时是周姐操刀的一个露露 抢猫的呀 感觉不好预测 他们这个BP真不好说 是啊 但是可以抢猫呀 这球日本宝拉要不要猫 然后小狗说不要 或者先帮中也拿一种 哎 直接操泽利 哎呦 这BP感觉很变态啊 还是抢猫 还是抢猫 专业的 我们两位专业教练在台上 这UZI在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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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四个人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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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卡里茨塔来了 而且这个卡里茨拿了一会儿 是可以卡里茨塔加阿木木的 是 不管是卡里茨塔加阿木木 还是卡里茨塔加泰坦 这个组合打猫都是很好打的 一般干净呀 哎呦 今天这个上路 哦 亮一下 剑胜以示尊敬 这不会给杰伦哥抢了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好 先是 这两个音头 三个音头 也亮一首 分别致敬 姿态节目效果 这块的 宝兰的洛也来了 可以 姿态的节目效果 这块还是可以的 真是挨个致敬 然后自己拿一首 李桑卓 中单兵女 给CZR拿一个兵女 反正作为补位中路 这个英雄总不会出错 而且给他选这个 兄弟你有献权 就来野区帮我 怎么说 剑胜加泽力呗 剑胜肯定要选吧 这是周杰伦的招牌英雄 剑胜加泽力 西维尔还是泽力 在交接 其实我觉得熟联度的话 绝对是老AD 对西维尔的熟联度 绝对高 但是乌兹这次 看到没有 还是西维尔 乌兹这次短暂的附属里 泽力的发挥也很不错 是的 那阿木木或者 阿木木的样 或者泰坦 二选一 KID今天是打辅助 那这样下路 我觉得这个强度 还是很高的 主要四位选手 都是曾经在职业选手时期 取得过比较多荣誉的选手 这我感觉 这下路一会对线会很激烈 而且虽然说 小孩在职业道路上 的辅助也没打 但是 打一滴的 也说了全能王 通的呀 AD往辅助转 我们还是见过很多的 是 搬了凯南 凝皇一笑 怎么样 搁着BP是不是还可以 这不尊重一手 Let me到奥恩之类的 哎 左边拿奥恩还真可以 是呀 左边这阵容就上路来个前排 直接打团很厉害了 对呀 拿奥恩还能给这个3C发发装备 Win 搬了个上单Win 应该是 那奥恩了呀 确实有点想拿奥恩 对呀 那奥恩了呀 搬了个那儿 啊 来你 来点响 还有什么上路对线 很不好打的 见机 如果要拿这种前排英雄 哎呦搬了个打野寡妇 这厂长自己 这厂长说你搬寡妇 听我的寡妇强 致敬一下自己是吧 自己 我致敬我自己 看看 先拿 可以先拿打野 留一手 先拿雨晨了 对呀 雨晨直接上台南枪 来了 也招牌 没毛病 还是给雨晨Counterweight吗 还是南枪吗 我觉得他作为南枪绝活哥 还是得南枪 肯定想用 那地表最强这边 尤其是上路 然后看一下中路用什么 小凯这边感觉玩什么 也挺期待的 对 哇 中单赛拉斯 哇 这把能偷的大有点好啊 有点爽 而且赛拉斯打冰女 是一个究极Counter 是 就这个英雄打冰女 属于绝杀类型的 这说明最近练了 哦 Let me直接拿出上单 诺手打南枪 这我没想到啊 K在这边 致敬一下自己的老队友 哈哈哈哈 这手真的是懂的 直接致敬一下老队友 来了 盲僧 姿态要玩盲僧吧 感觉盲僧打剑胜 前期还可以吧 打到后面是没法打的 可以 这是宁王让亮的吧 应该宁王让亮的 这是宁王最喜欢的英雄 来了 但这版本宏凯是很OP的 对 这版本的宏凯 只要你给他一定的时间 让他发育 他出到磨切加两件穿甲装上之后 他的伤害是看不懂的 磨切加那个前雪之爪 对吧 然后再补一个 要么巨蛇之牙 或者补有些夸张一点的 会直接出类似收集者之后 关键还有两招命 而且他的这个Q是百分比的伤害 对 他打这个肉也非常快 现在都是主流带一个 这个先攻的凯隐 前期又偷钱又偷能量 是 然后打团的时候直接进化 很厉害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但感觉地宝最强战队选的 这几个英雄 来吧 替代这种中路赛拉斯的发挥 你别说这两个人中野一选 还真没啥联动 这个赛拉斯跟健胜 确实也搞不到一块去 刷呀 打后期啊 对 两人都得刷 而且两个人都属于打团的时候 很依赖猫的 是 这把猫有点选择困难了 有可能 看一下 出去的 怎么说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小凯这边是打兵女自己带一个进化 然后一会儿可以偷兵女大 哎 有没一团 两人都有想法 我感觉一团可能有 开着扫描过来的阿木木 没扫到 没进 没进三角草 因为他扫描时间快到了 看到了 但应该左边也没法先手啊 左边这种先手就赛拉斯学艺啊 再插毛 直接来了 这人正在插毛 完了 走不掉了呀 哇 这个毛就这样插的 而且是给杰伦哥的剑胜 直接搞了个一血 好舒服啊 杰伦哥点没点那个呀 那个 寻宝猎人 但一般不会点 一般父系都是点红的话 也会点那个眼球收集器跟猛然冲击 现在多一点 或者点那个血之滋味 但这口说实话看打法 如果你是那种出息 我点了宝藏猎人 我看到了 那现在杰伦哥身上400多大牙 是 还仅是F6开 Lightman也是懂的 只你莫过我呀 都是老队友 过来留个眼 那这样的话下路 蓝色方是帮了打野的 上线稍微慢了一些 这波Kid好气啊 对于Kid来讲 他自己也没想到 他就捡了个卡丽萨的毛 怎么就一血都没了 那你不能放草外啊 这一级过来压位置 想给压力 Kid到了 猫下来点个盾 华家的好凶啊 直接套出了 进化解 哎呦 差点要限杀呀 还好这个位置 乌兹的闪现交的比较及时 是 这个一级卡槽里 真的优势有点大 这我必须得帮乌兹说一下 这个一般这种情况 其实一级确实没法打 这个猫加西威尔 被阿姆Q的猫也不敢打 因为猫打 他上不了车 他也要死 是 这一上来 Kid打得很凶啊 而且招手是技能上差太多了 阿姆这里一个点燃一个闪现 是 后面对线非常难受的 哦 雨神后来做了一个视野 嗯 这个视野能看到一会过来 是的 中路往上来换波血 拉到兵了 被定住 施金突刺回个血 但这一波还好 换血是赚的 这个对局太 就是英雄上的强度差距还是挺大的 因为塞拉斯打兵 你的主动权很高 但阿姆韩被封证了一下 还有这个Q给Q到了 无情铁手 但反正被套了点燃 完了 好像闪现A枪要死了 哎呦 一丝血 Q能没打到 要克回来了 哎呦 这波真的捡回一条命啊 是 但是下路怎么办 三级就来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上路杰伦到了 杰伦交闪了 导波你在干什么 上路杰伦已经要杀了 查询导波状态呀 哦 双刀 结果这个双刀没有打死 等直接回头了 打下路怎么办呀 Q能直接拉到 哎 这下路直接死吧 哎能够换一个 还换不掉了 越麻了 这波是一级打了西威尔的闪现 导致这波越塔是必成的 是 哎 但这波波是导波的 这上路都没看见 哎 但是上路刷里波线 这个也很开心啊 因为南枪是没有没有提低的 所以这波线要送进去 看一下 导波现在知错就改 结论和闪现Q 但主要有一个快速拔枪 被他拉掉了 对 插一刀 可惜 这个双刀没刷掉 可惜 查一下 但下路这边的话 确实 故事就如我们在这边所说 所想这个下路 一定是按他的战术的 主要你选了猫就很容易被针对 而且是卡丽斯塔加上阿姆姆 而且主要一级还打赚东西呢 就反正你队友来 只要兵线推进塔来就能配合 是 有点小难受 回来下来 像摔开自己的时候人吧 先出力把很举弓 他也是走这个最流行的 破败王者之刃的出法 对 姿态这边上来 安排老队友 但是有眼 河道有眼 他想怎么上 他想吸点能量 KID又有杀心 又Q到了 有一个盾挡了一下 但是猫下来挡了第二段绷带 对 因为阿木木的这个绷带 你用盾挡了 他还是会过来 嗯 所以这个确实不太好挡 乌兹是选择用这个异技能 挡了卡丽斯塔的穿刺 是 这个时候地表最强也想明白了 双人组队过来 这不有机会 小凯金 抢跑了 是多变子拉拉幕了 但KID怎么办 KID是没闪的 伤害不够吗 还不太够 能跟到最后的输出 是 而且第一时间 Crystal这个闪现还是很快的 他被拉到 他怕交不出来技能了 因为他自然没有进化嘛 嗯 杰伦哥这边感觉得回去赶紧刷野了 现在对于剑胜来讲 他的发育跟凯颖同样同样 咱现在很难受呀 我队友都在下路上了Live Me 不过运应该是不太会运 这咱没6不好运吧 对 准备状态还是比较满的 所以得赶紧刷起来 现在还是得需要等级和装备的 拉到 但自己没蓝了 那这不现在松不进去啊 有点难受 下路Crystal是 但没回家是吧 但有个猫不好运 嗯 没法运 这猫这个英雄确实帮不了他 好 杰伦过来帮帮 这一波线很关键 叫杰伦来解线了 对 这一波过来解线很关键啊 到6了 冰女生有6 塞拉斯也有6 不过塞拉斯没有大招可以偷 是啊 结论这边威慑一下 你要干嘛 好 帮忙推线 然后赶紧溜继续刷 刷上眼区 是的 合理 下路 这个回程都断道吧 这感觉回不去了 断道就有点出事了 是的 放心眼 看一下怎么说 Q技能又命中了 T的今天的Q技能非常准 打不就到了 乌兹应该要倒了 而且这个时候小猫也走不掉 冰女来了 直接打给小猫 冰女这边会锁住 一丝血 开一两个头 完了 这个时候 下路崩了呀 对的 作为ADC 你已经在难受了 哇 现在看起来要变成嘉宾 带前职业选手了 现在不是这个说嘉宾 能稍微的先刷一刷了 主要下路崩了有点厉害 但是感觉峡谷之间队 这里对上半野区的视野 一直步的都比较好 杰伦在哪儿都看得清清楚楚 感觉现在杰伦只能自己刷呀 是的 这个局面剑胜拯救不了了呀 只能先刷等打团了 对面如果给点机会 让杰伦收割一波 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他可以跟小凯配合一下 对 让小凯通一个阿牧 还是要一起动才行 因为毕竟剑胜来配下路的话 其实倒六之前 也没有什么留人的手段 这波能不能好像不太行啊 但这波如果绕上去的话 看一下赛拉斯过来的一个时间 直接打 直接打 没拉到草里 但是姿态没看到 这边 小凯 但姿态过去的话应该会知道 不过姿态这里是没有惩戒的 中凯拉中路 有机会单杀 阿里巴掌动作 A一下被冰女W了 最后是走不掉 然后另外一边呢 红霸虎好像还是被反下来了 因为毕竟这里是多一个惩戒嘛 刚才姿态惩戒还是没赚好 是的 而且健身到六了 凯大直接上来了 跟上他们 很细先不交Q 刷一个Q出来 宇哥这边好像要死了宇神 最后周杰瑞是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宇神的闪现好像刚赚好 差一点点就赚完了之后才赚好 果然是靠这个 我们的明星召唤师发力 单杀一波抓一波 下路又开始了 不过还好你们阿龙没到六 小狗教授子的闪现没有死 今天K的这个Q竟能有点 他又Q到了 但还好有进化 这个下路真的眼花缭乱 一直在控人 K的别Q了我怕 但这个时候小凯来了 下路没事也不知道 而且他应该能够阿龙大招 不过这里想要月塔一个两个 两个人能跑吗 过来能够杀一个 真的要靠小凯了呀 阿姨就伤杀的 没拉到但没关系 伤害够不够 还在划 还在划 没给到 有闪现的其实 不行可以交闪杀 升六了但是没关系 小凯这边十斤兔四赚好 回身直接W拿到人头 这一波拯救拯救 回头想杀猫猫的 但是猫猫能上 再拉四的身啊 是毕竟你没什么控制技能啊 这个下路缓解一大口 不然这个卡丽斯坦加阿姆姆的这个局势 怎么说兄弟一共五个头 全是我们的明星召唤师拿的 我只能说下路别送了 哈哈哈 先看一下这波 这波真的可以 减速给到 强卤卤到 打一套给大招 AW然后给大 给完大之后征服者叠满 再来一套 最后一下平A收尾 这下稍微有点自信回头了 他觉得刚才伤害应该够了 对 但他就快解了这个W 下路这波是阿姆姆升六的直接出手 是 而且这波拔毛是没拔死宝兰也很关键 然后小凯过来 这个位置先拉扯一下 进草 没视野 W 可以 哇 这个宝兰已经看懂局势了呀 哈哈哈 有的时候当下路烈尸过大 猫要做的任务就很简单了 找一个 找一个新的宿主 对吧 哎 上落 赖密这里有点小危险 姿态被看到了 赖密有闪的 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把闪交出来呢 姿态在卡这个位置 哎 哎被拉回来了 但他就没赚到 应该是杀不掉了 不过杰伦这里是顺利的 拿到了先锋吗 拿到了 妈 好像没有减 没有减 这波 阿姆大招在身上呢 直接开 回走 这波闪 漂亮啊 小线也交不出来 小线也交不出来 哎 赖密这边发现了 杰伦哥望剪这个先锋了 直接去把前锋剪了 就是要给上单缓解压力 但我觉得你这不太对 你应该把杰伦哥叫过来 让他解锋 哈哈哈 你这发现了 怎么能自己拆兜里了呢 对吧 这边带着猫回来了呀 CCR这边有闪有大 能走多 直接过来摩尼开架 减速给到了 直接开摩尼中间 带招给自己 但旁边全都是地表最强 这跑不掉了 杰伦哥在防他冰爪过来 很细 赖密 我跟你说 杰伦哥很细 好吧 有助攻就可以 但我只能说 赖密你这路手窄了 这头能直接K掉了吗 哇 下路这里KID过来硬流了 还有一段绷带呢 再等克里斯多到 闪现Q 完了 伤害够了 下路别死了 KID笑得很开心了 真的下路可以不死了吗 杰伦哥这波找到了 要不要两个人配合一波月塔 算了吧 好像还有大招的 但是杰伦哥开大了 三刀一 直接Q起手 拉到又可能开不出大吗 直接秒了 杰伦哥很细 W counter 一个杀当 600块 下路能不能躺好啊 就那个 戴眼镜的胖子 一看就不怎么会玩ADC 别死了好吧 1-4了 哎 上路 但这波已经是回去了 哎 这把猫选了好 还好有忠言两个大哥 现在忠言一声 又来了 有大招 但是这边开了一个淼淼拖延时间 淼淼把大给抵了 再往下交闪现回头冰卡的这个位置 但是等下一波 小海的技能转好有没有机会 哎 格强翼哇 差一点点 走位还是不错的 扭了一下 但这波只能从野区赶紧跑了 找地儿溜 溜了 两个人很和谐 哎 但是我还以为KID要过来中路搞一下呢 破败已经有破败攻速海 12分钟 终于要起飞 对 这个健身已经飞起来了 但是现在乌兹玩得很难受啊 Crystal又来了 咱这个位置他知道对面人可能到了 视野已经看到了 李隆哥这边不急 先带着猫把这个视野跟小鬼排掉 我把把下路一位二 我怎么玩吗 确实那也没办法 这把享有躺银权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而且现在其实整体的经济上里面是完全持平的 一会儿姿态如果变洪凯还是能打的 是吧 而且不知不觉啊 学上路来密发队的也不错 身上有先锋102的数据 来 又想来 看到了好像 是的 这个近战匹看到了 这波反蹲是不是有机会啊 好像还真有机会 咱好像被发现了 来回来 A 打一套 雪怒打出来了 但Q一能被 E技能给划走 不过南产也不敢追了 这个时候身上有血怒的标志 A一下大招就没了呀 是 而且小海仲人捕刀还挺稳的 他游走不影响自己发育 单杀 感觉杰伦哥这个时候还是得刷呀 作为一个剑胜 对吧 刷了呀 对面也去找猎物了 不过好像来包杰伦哥了吧 这一波过来 小狗交闪见 躲开拉木大招 反身开大 很急很急 说这个乐坛很急 克里斯托这边进化解了点 然后又被套了虚弱 拉回辅助 拉回辅助 但这个位置杰伦哥会上吗 并没有 刚才已经被真眼看到了 对 单之波可以拿小龙 很合理 资源也能控得到 是 ZZR这个时候 只拿Lightme开刀了呀 但这波好像也没什么兵线 三个人要强跃嘛 Lightme是没想现的 Lightme很懂 队友在拿小龙往后 赢下兵线 能看到三个人了 两个 现在是两个 哎 我有快速回球 你想不到吧 直接打下回了 好像走掉了 哇 这对面没考虑到 他想有个先锋你知道吗 但先锋到时间了 直接放下路 而且他这个先锋 没吃到肚层有点难受 但是救了他一命 确实 你吃个肚层三百二 我逃了这一命 少给对面四百五 现在嬉戏自己的下路 直接把这个先锋放到下路 让他自生自灭去了 让他自己拿了个防御塔 还是掉了四百五 上塔被推掉了 但这一波是转的嘛 毕竟下路小龙拿到了 对 他这把上路 其实几次差点被针对了 但也扛住了 这一交零啊 很稳 哎 坤里斯多打着打着 发现个先锋 先锋感觉命有点短 就到这了 到此为止了 然后再次回到下路 那下路这边装备也是做出了神话 古刀还可以吧 而且他有萃取 现在萃取已经花钱了 主要是从七十几波 感觉下路之间 这个卡丽斯塔的节奏被断了 就全靠中野 中野下路帮了两波 把下路盘活了 而且姿态啥时候能变呀 感觉姿态这已经十五分钟了 哎 姿态这三个人头 这打架拿的少 不对 这波要来推下路了 掩护一下下路拿下塔 还是可以的 上路好像想动手 来了 雨神很危险 开扫描 第一时间扫描扫到了 扫到了 瞬间往回拉 但上路很难受呀 我的队友不来 来上路打来的命变洪凯呀 哇 杰伦老师好团队呀 这波转了一拳又回来了 就还想再等一等 其实没有双十可以刷 感觉上路有机会 就想杀这个南枪 对 隔墙来 有没有 哎 这个 没手 那感觉这波有点危险 硬杀 周杰伦这个位置先被换掉了 伤害有点高 闪现过来 Q闪很帅 收获人头 一个回头望月 但是姿态来了呀 开启走 讲操作 十一级打十级 好像我现在打不过 能不能抖下一个Q 易能没拉空 那没办法了 而且这一波打完 应该是能量要够了 是 而且这一波还挺上 两个大人头啊 动作 先偷一个 阿姆大 想偷 这把大招确实都很好 对 都挺好用的 ZZR去下路发育发育 早点把自己的金身做出来 主要这把打团 感觉ZZR这个大的目标 也比较关键 他只能选择在塞拉斯和 打野战大一个 但塞拉斯有一个进化 对 感觉他只能大剑手 周杰伦就被扫描到了 斯泰过来想打 巴基达十几 赶紧溜 主要知道身边有卡利斯塔吧 杰伦哥这波也比较稳 一般这个剑胜玩家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上头 但是杰伦哥保持了一个 比较冷静的头脑 对吧 但这波叫了队友一起过来 想动二先锋 拿资源就行了呀 但南枪好像不想给这个面子 而且阿牧不再往这边靠 但他好像抓人少 这一波还是来得及的 这还是能打的 因为开一已经去下路了 这一波先锋 地表最强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拿下 不要 让给队友 哇 杰伦哥好像 还是要的 我刚才说杰伦哥这太团队了 感觉估计是 对 估计在沟通 就问小凯要不要 杰伦哥说我从来不吃这东西 但这波其实可以一起推推中路 中路这一波压过来的话 只有一个卡利斯塔 应该是可以拿掉的 杰伦可以推二塔了 嗯 先锋留一留吧 先这个保镇快速回程 来 直接放 但这个位置队友也得过来 要过来保护的 伊藤威拉到 杰伦能二塔撞一头 看阿牧部找后了呀 杰伦怎么办 Q上去 杰伦这边很危险 还好一个凯尹被套得虚弱 但正面小凯怎么办 有秒表稍微拖一下时间 赶紧溜 哇 这波还可以啊 主要猫咪的反手 它大的很好 而且雨神这位置有点尬呀 雨神选择往上翼打起来 冰女闪现过来勇双 她的大势被西沃尔的盾给挡住了 这一波被乌兹给操作了呀 但是正面雨神的伤害也蛮高的 我来个命 再斩一个斩不掉了 雨神可能会被流血流死 但乌兹这边还跟Crystal雪拼 走位扭了一个穿刺 不过Crystal的伤害还是太高了 最后是峡谷之列战队 拿到了这一波团战的胜利 这个Let me尽力了呀 Let me这一波就是打了成盾的伤害 是的 南向最后流血流死了 是 哎呦 乌兹这波也尽力了 他把冰女闪过来的大用盾给挡住了 对 还是前面杰伦哥太着急推这个塔了 直接被秒了 这波KID开得也好 是的 杰伦哥如果活着 感觉这个团战是能收割的 能收割的 对 南枪过来发现这两个有点打不过 先溜 愣一下 愣了一下 先等队友过来先 这波真的是小狗伤害也打得不过 是的 但没办法 对面这个南枪伤害也很爆炸 是 宇宙在这个位置 宇宙在拉扯 空了一个很好的大 就一直吃到了 Crystal最后的拉扯也很关键 最后小狗这里也是 应该装备稍微差的一件好像 对 而且还是你跟卡里斯塔一打一有点困难 对 一打一没什么优势 但这里依然可以拿到本场的第二条小龙 前面别都不说 这控龙控资源这是到位 啊 19分钟 变身了 宏凯 拉亚斯特 这个镰刀的本尊 杀戮好像有想法 但ZZR这里是有精神的呀 开始扫描过来 这波如果想强跃的话 有点不现实 除非什么 大招给到 然后能秒 结尾先把线断一下 先溜对吧 冰线卡在这里 确实不行 嗯 上面打起来 拉到 蓝特别这边挺进步坏者 急跑在手里的 哎呦也知道 这雨神不能打到底了 是打到底要被砍死了 反正蓝MUFF都已经抢到了 而且刚才看到你健身在下半区的 来了 二打一 洪凯达就直接空了 那这个位置能钻不 哎 姿态也知道钻了 可能出来也要死了 他看到这边全是人 他想少给点出攻算 省个大招 对的 杰伦这个 哎 这里雨晨 雨晨是没闪现的呀 被眼罩了出来 但他好像不慌 有一个风龙的加速 但这里有猫呀 直接追上去就要开坎了 小凯还有小凯 我在绕 我在包 人头给到小凯 450的终结 那这波有没有机会打大龙啊 嗯 有机会 主要对方上野都死了 感觉直接开打 这个时候CZR有TP的 要不要踢过来阻止一下 三打五感觉也得阻止啊 要阻止的 因为毕竟有个阿木木 在这个地形 还是比较好发挥的 阿木木来了 阿木木看一下 要进吗要进吗 QQ进去了 大招 大招两个 拉扯一下 冰女进场打得很好 把哲学轮线秒了 Crystal一直在输出 Crystal走位扭掉了 小凯的一个泳霜 拉扯女进场过来斩掉阿木木 显怒一来 全家升天 但是证明CZR已经进去了 没有技能 哎 这一波看起来没有机会强 CZR 他被拉倒了 CZR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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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抢了他要干部大挡 承一下 哎 龙拿到了 龙拿到了 但自己也倒了 四十九滴血啊 他冲下去闪现A 逞Q 把这个大龙吃了 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 对面的大龙给断了 但说实话 这一波即使抢到了龙 我觉得地表最长战队也是挺赚的 呃 真的吧 真的真的真的 这 这个 杀的挺多的 你看这 等一会来他就挡不住了 再感觉这波打完经济上 还是挺推的呀 那倒是 主要这死的人也挺多的 而且最后这个 大龙掉了以后 下一波感觉很难打呀 现在 右边这个阵容 因为毕竟是冰女带了个踢 他可以选择去代线一会儿 这波姿态也是拼了老命 这 估资 估速转不过来了 对 他如果刚才有那下普攻的话 这个龙有机会拿下来的 主要现在这经济已经落后了 四千块钱了 是的 而且我觉得杰伦应该下一件 要补一件这个防具 对吧 主要现在得在这个双火护手和日盐里 找一件出了 是的 杰伦被发现了 赶紧溜 而且现在杰伦确实太团队了 他这个野刷的有点少 被击飞 杰伦这个位置 闪现赶紧走 这边还有猫可以拿一口 但右边这个阵容暴起团阑的话 左边是有点难受 确实 就右边这个阵容 现在正面推 红凯的伤害已经起来了 对 可能得看小凯了呀 小凯这个时候 跟莱特蜜两个人如果配合好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他带猫 很肥的塞拉斯 偷一个阿木暮大爷而已 这边有人 小凯被击飞了 全部都金身 交闪 阿木暮这个大师直接大空了 是 然后Q异团可以收尾 但这波自己也跑不掉了呀 这波感觉姿态也是为了杀一个小猫 其实这波还可以对于地方自行 莱特蜜来了 有没有机会 这边乌兹 但是被眼睛看到了呀 顿挡了拔毛 乌兹这波 小凯上来一个拉 拉到了卡丽萨 万军同搜 只取敌价手机 卡丽萨一个阿闪 回身撞飞了小凯 但是阿木暮这个缠 没缠到 而且小凯这一波直接偷了个阿木暮大 把伤害给拉满了 他这波偷阿木暮大招大到了三个 而且还有周同学在绕后 小孩有 跑不掉了感觉 跑不掉了 小凯这个二段一有点准啊 他在等 伤害好高 一发被动 直接带走 他这把80 810 810 然后小凯他这个二段强弩 真有点准 是的 很准 我看出来了 而且在三个人群里面 直接拉到对方AD 有说法的这个英雄 他这每年过来 都向我们展示一个全新的 上一次刀妹 特别很 信德拉 信德拉 而且Ledme这几波 打完之后也好肥啊 这个诺手 而且他很好的 给队伍承担一个前排的作用 是的 关键是 有这种很肥的大哥 猫就很开心 跟着大哥走 你看他在等 来了 上车 我觉得他现在跟塞拉斯 打团就完全没问题 是 强度很高 现在第三条龙也刷新了 后来先买副一手 不过这边 要看到人了 好拉 他这波是没闪跟进化的 小凯要小心一点 这里不想让蓝色方 拿到龙魂啊 还有15级了 偷 偷了一个凯影大招 那这波可以往里走了 阿木的Q能没给到 AQ把这个风龙先叫血 是 可以飞弹摸一下 这边走上来让你来开 正面这两个人都不怕你开 大招直接给 但这边强弩没有拉到 雨神这边能跑吗 永双 最绝对动住了 K的上去看到这个人不想开大 后排被接了 但后排好像还可以 健身被秒了 但小凯带猫好像有点小无敌 这个时候偷了一个开音大 钻进雨神的身体 小狗也A起来了 雨神打一套 雨神这边要被击杀了 二段强路再打一个桶 正面小狗也完成了收割 这波他打完地表最强 应该是要拿到听牌龙了 是 哇这个小凯带猫 好狠 伤害有点 有点溢出了 是的 感觉打团无敌啊 这个小凯带猫 哇这一波右边 复活时间有点久啊可以破一路啊 是的 我只能说猫这个英雄 配合上一个这个赛拉斯 给赛拉斯提供高法强 跟机动性太厉害了呀 是 这样的话下路一塔被带掉 中路直接被破了高地 经济也已经反超了 这一波主要第一时间开到 打不死这个赛拉斯 后面兵女进场 这个W伤也没死 地步他导致赛拉斯全场 处于一个无敌的状态 是 他们教了很多技能 但只杀掉了这种效果 对 姿态甚至连大都没放出来 就被这个赛拉斯秒了 而且下路之间这个阵型太分散了 卡雷斯巴一直在后面 也没有人关照他 我发现了 这个整个地表最强战队 这个地表是杰伦哥 最强是俊凯 杰伦哥是这个地表 对吧 对名里感觉这两个人直接 诠释了 无论是小规模团战还是对线 我感觉俊凯这一手赛拉斯 现在熟练度看起来都有点高啊 是 又来野区做做视野 但Lightme现在也不是好惹的呀 刚才那波团 其实Lightme也承担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就感觉 他敢谁谁就必须要走 跟他硬拼是没有优势的 上路带个二塔 这波二塔应该是有了 哎 小凯这边绕视野过来了 开着扫描的 知道没人 那这样的话上路没有人防守呀 哎呦杰伦哥懂得直接开大 而且姿态下路好像是被Lightme给缠住了 正面少了姿态的话 其实还是差了挺多伤害的 那这样两路了呀 而且两路之后可以回去先拿大龙 下路一打一 姿态这个位置很能吸 进墙里 闪现过来挺进破坏者 姿态交闪反正W击飞 因为姿态的大招已经交过了 不过这里有急走 能不能追上呢 是那个风龙地形 他急走CD了 他就这样风龙地形的加速 那两边就都有了呀 反正Q到 这波真的能杀得了吗 小凯又拖了个阿姆大 这个大大的两个人 伤害急拉满了 现在扣一下自己的CD 是的 实际突刺好了 吸一口 再往前 猫咪给加速 一个强路没露到 没关系 闪现过来 两枪拿到这个人头 伍兹也铲上去 拿到了南枪的人头 他就有这个一波了呀 他这样应该要一波了呀 说实话 真的敢开这个塞拉斯 他这样还有个金身的 还有猫 对还有猫 这波真怪不死 是的 伤害不死 他这样五个人直接来了高地 那这一波只要兵线赶到 中路还有超级兵 应该是稳了 这一个门牙 想要追一下阿木木 被钉在全身里面了 赶紧跑 是 这毕竟对阿木木 还是挺仇恨的 初期阿木木的Q有点准 那这样随着在水旋前面 把自己这一场 不停针对自己的阿木木 击杀掉之后 我们要恭喜地表最强战队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他们 恭喜他们 这教练选的阵容也好 然后两位明星召唤师的发挥也好 我觉得吉隆哥就是那种 你单排比较喜欢了碰到的答案 就他一直在控制